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大清早 突发状况 我刚刚在这里面找了 一半天就发现三只猫咪 就只发现三只 有一只 黑白的不见了 我在这旁边都找了一下 这个角度都找了 然后 我看这里有个洞吧 这个地方有个洞 它从这钻出去了 然后这个洞里 从这钻出去了 我就在这外面找了一下 很遗憾 这种困境 头大 让大家看一下 然后就发现 就这样子 滚在那里了 滚在后面那个水河里面了 我也不知道 什么情况 下清早就出这个状况了 还是挺闹心的 这猫咪 这鼻子流血了 这个不能拍太近了 这里面不是吧 这个地方流血啊 我也不知道 怎么搞的 太烦了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会不会是被什么动物咬了 还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在后山全部都是原始森林啊 那个 野生动物比较多 也可能是狗咬了 先把这个猫咪埋了 买了买了买了 买了拿下去 刚刚听我外公说 他说我们当地 这个猫咪啊 一般都是挂在树上 然后用个篮子这么放着 呃 我们这里的习俗就是这样子的啊 不土壮的 直接挂在树上 我觉得想来想去还是埋的比较好 入土为岸吧 哎呀 太疯了 哎 一路走好啊 入土为岸了 猫咪其实是最好养的 还能养死我一直醉了 现在只剩下三只了 养猫这么难吗 我觉得也不难啊 为什么会死呢 奇怪 爬这去了 就来说 因为这就已经稳妇了 了 来 最好养了 那我们一开心 那倒是 我刚刚分析了一下 大概率应该是被啥东西咬了 这个猫我一直是属于放养状态的 我根本就没管他们的 结果我之前养鸡养鹅 因为我养的鹅啊鸡啊 我根本就没有吃 就是越养越少越养越少 那个鹅五六斤的 都是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消失 然后隔一段时间就发现尸体了 也没什么外伤的啊 你这样子啊 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搞 难道把这个猫囚禁起来吗 觉得囚禁起来还是不好 暂时还是暗于现状嘛 就这样子 三样子啊 你就怎么搞的 你怎么搞的 就是我叫我 谢谢观看